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然后我们进入下一个课题 下一个题目就是最后税收 好 这个资占定价 就是说 简单来说 我们对于任何一个金融资产 理解为什么呢 一个金融资产 它给我们带来一定的现金流 这个现金流是在不同的时间 在我们用T和不同的这样contingency 就不同的经济状况 ST来表示 对不对 那资产定价的核心就是 要把这个资产 在这个不同的T和ST下 能给你带来的现金流 然后把它定个价 又就是折现到现代 对不对 然后我们前面讲的就是说 把它定价的核心东西是什么 是依赖于一个叫 Stochastic discount factor 随机折现因子 对不对 我们先讲的时候的话 用最脑衣服或者最直观的 最简单的东西的折现 就是根据这个特定的状态 发生的概率 对吧 然后后来我们意识到这样做的话 不是很完整 因为什么呢 在这个状态下 对不对 你对一个额外的一个单位的现金流 是吧 弯一块钱 或者说这个叫一块钱 对不对 在这个状态下 跟另外一个类似的状况 比如说T 但是一个ST 一个Prime 另外一个 有一点不同的一个东西 是吧 在这个时候的话 同样是一块钱的现金流 是吧 在这个状态下的话 可能给你带来的 编辑收益 或者说编辑效用 要远远高于这个 你显然如果说在这个时候 在左边这个的情况下的话 你的收入 你的 你本来的自然比赋已经很高了 而且这里面一般的比赋很低 对不对 那这样同样是一块钱 跟你带来的收益是不一样的 所以那我们反过来讲就是说 那你定这个价的时候的话 你不能只是考虑说这个事件发生的概率 还要考虑到在这个事件的时候的话 你的状态 所以说我们前面用了个简单的东西 就用到了它那个相对的叫什么 Marginal Utility 对 然后这个 Utility的话 这个编辑效用的话 是相对到你在零期的时候 主要我们前面也讲了 就是我们整个考虑问题的话 是一个dead zero 就是从零期的时候 去进行展开 这是零的时候 对吧 然后这个整个是事件数 对 这事件数逐渐展开 对 在零期的时候的话 你对未来的所有东西定价 我们前面也讲了 就是你在任何一个期 比如说这里面是任何一个ST 对 然后在这个里面站着 你也可以对未来的某一个节点上 对 这个节点可能是这样展开的 对吧 在某一个节点上 这个收到一个现金流 OK 然后在这个位置来理解它的价格 那这样有什么方式呢 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话就是说 是站在这个位置来定一个 任意一个资产 它站在这个位置的价格 然后同样的话 你也可以站在一个任意的一个节点上 那理解一下 你在这个时候 你所面临的一个金融资产 它的价格 对吧 然后这样做的好处就在于 你可以考虑一下一个叫sequential trading 而这个sequential trading的话是更自然的 就更natural 对吧 然后这个dead zero trading的话 它是不是很自然 但是它在分析的时候的话 它把问题大大简化了 简单的说 它是把一个无穷的问题转换成一个 一期的一个静态问题 这是好处 好 那我们就简单再回顾一下 最后讲到哪里的 我们最后依赖的是一个这样的典型消费者的问题 这个典型的消费者 他最大化 他的折现过的 带期望的效用 然后这时候就是说 我们假设这个整个事件 整个这个经济 或者我们生活的整个世界 怎么展开呢 是就刚才说的话 那个就是那个eventure的事件数一样展开 所以我们生活在一个理散的世界 然后的话 在每一个状态的话 就由这个s表示 s'就是表示下每一个 就刚才说的个事件数 逐步逐步展开 这个时间 我们生活在理散的世界里面 在同一个时间 你可能有不同的状况 然后同一个时间 你相同的状况 比如说这个样子 这个状态和这个状态 这个三角形和这个圆形 你现在的话 就是在这个 0 1 2 都是在第二期 都是处于一个 这个比方这是相当于说这个s的话 就两种反正性 一种是天晴 一种是下雨 是吧 在这个零 这个三角形下方是零 这个圆形的话也是零 就同样状况 但是它 它过去历史不一样 那我们在这里的话 我们仍然是说 它是一个不同的 就是不同一个节点 这个不同的节点 在这个地方看的时候的话 就相当于说 是一个不同的商品 但是问题是 我们在现实中间的话 往往很多时候的话 就是这个事情 你在这里来 可能大概就依赖于你 你上一期 对历史的依赖并不是很强 这是第一 第二 如果说我们有这样一个性质的话 这个问题的话 分析要进一步简化 所以基于这两个原因 我们通常就是说 是假设我们这个事件展开 这个整个经济的展开 它是服从一个马尔可夫链 这个马尔可夫链就会影响到 你的秉赋过程 这秉赋是你这个 这个马尔可夫链的一个方程 对 好 然后我们上个课讲到最后 就是说 我们假设这个消费者 它 它会进行 它会就是说 它选择一个投资组合 它所面临的金融产品 有如下一些 第一是一个一期的 叫Zero Coupon 所谓Zero Coupon 就表示什么 就是说在这个Bund到期之前 你没有任何的回报 那它这有个价格 就是它交易的时候 它价格 是吧 这个B1 这是说这个消费者的持有多少 这是它最有选择 同样这个两期的Zero Coupon 是永远不到期的 它就是持续滚下去 对不对 你可以把它写成BPBInfinity BInfinity 就表示说它那个Maturity 是无穷的 对 在限制中间的话是有的 比方说有些国家发现了叫100年債券 就已经等价于这种无穷期的 这是一个叫RealAsset 这个区分于NominalAsset 这个RealAsset本身的话 它会带来真实的资源 对这个经济而言 而NominalAsset只是商务之间的一个票据 对 这个Co-Option 它给你一个权利 一个什么样的权利呢 你去买这个RealAsset 在一定价格 在特定价格购买权利 当然你也可以说这个Co-Option 你可以说这个Co-Option 是买什么的 不是买这个LookerTree 买其他的东西 买我们前面说的两季的债券 你可以这么弄 但是在最后本账是一样的 好 同样这个O是你的数量 P是价格 Easy Later 这个是保险 这是Gamble 上次我们讲的 那好 那我们就看消费者的问题 通过看这个消费者的问题 然后看他的意见条件 然后我们再分析一下 这个每一个不同资产 它的价格会是什么样子 通过分析它的价格 我们进一步理解 就是说这个资产定价 它背后的一些经济学含义 消费者他有这些选择 在对应前面讲的六种不同的资产 然后消费者 他每个消费者在进入每一期的时候 它有什么来刻画呢 有它的这个叫W W是它的Wealth 其实也可以理解说叫Cash in Hand 每一期的时候 它有多少现金 怎么理解 就是说你可以把这所有东西全部变卖 对吧 有些东西的话 是它给它的 给它的现金流 有些是说它有市场价值 比方说第一个 就是那个一期的 债券已经到期了 这个负一表示在前一期买 第二个 这个还没有到期 因为是前一期买的 你要到明天的到期 但是这个时候的话 你有个Resale Value 但这个时候Resale Value 就变成B1 注意啊 这表示呢 就是说一个两期债券 昨天买的 那今天人的话 它的市场价格 跟一个一期债券是一样 为什么呢 因为 它 它就是说它的市场上 给你派的价值 跟你今天买一个一期债券 是完全一模一样 所以它价格低下的 但注意啊 你在买它的时候 你买这个债券的时候 它的价格是这个样子 P B2 S -1 因为这是你在昨天买的 然后呢 昨天买的时候的话 是按一个两期债券定价 第三种 是你那个Lukas Street 所以Lukas Street的话 第一它会带来现金流 第二 这是一个单位的Lukas Street 可以带来一个单位的 现在这个 这个叫 产出 对吧 因为这个Lukas Street 它就是说 它对应的一个真实存在的一个生产品 这个PG 是你就是说 我好 我可以把它卖 对 这就是给你带来价值的 这第三种 第四个 这个就是co-option 对不对 你很显然就是什么 你只会在 这个价格高于它的时候 你才会卖 也就定了这个 要不然的话 你就 不去exercise 你的option 对对你没有任何省事 好的 下面一个 这是你的保险 保险什么就是说 只是说你的收入过低的时候 他才会 实行 对 你可以想象这个叫 unimplement insurance 就是这保险 好 最后一个 这个是gambl 这个gambl的话 就是说 就在个特定的事件发生的时候 一 这是一个indicator 就是在一个指针方程 这个事件发生的时候 他才会给你一个单位回报 就是你买了多少 对 那好 那你的预算约束 就是什么呢 你的消费 加上你为下一期 所购买的资产组合 这是你怎么的支出 不能超过你的cash hand OK 当然很有可能是什么 很有可能是左边跟右边的信价了 那比方说 你可能说我并不 并不会卖的东西 我依然持有 那就是这个 好 那好 那我们可以把消费者的问题 写成一个recursive 对吧 然后如果说你没有学个这个之前的宏观的话 我建议你第一你可以看一下我以前的录像 我先前天晚上上完课一步 把这个录像资料已经传到那个百度云上去了 如果说没有同学的话 如果说没有同学的话 你回来可以跟我联系 我会发一个 这个暑假的话就是前面已经讲过 就是什么就是说可以把 这里面的问题 这个问题 注意啊 这是一个目标函数 它会有一个预算约数 这预算约数在哪里呢 预算约数在这里 对不对 而你注意啊 这个这是有 有每一期 这是每一个T 每一个ST下面就有个预算约数 对 然后在暑假的时候我们讲过就是说 在这种问题的话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一个地归的性质 写成这个样子 然后这个V 这个V就等价于 就等于了 前面定义的目标函数的 这个值就是maximum summation T等于零 购买T全在 就等于就等于这个东西了 好 那这里我就不追说了 那么你看下面这个东西 好 这个是消费者的 贝尔曼方程 他给定W 给你S S是经济的状态 W是他的cash in hand 他解问题的时候 他要怎么样 他要满足这个预算约数 注意消费者在解他的问题的时候 他是选择 投资组合 加上他的消费 他 take price as given 这个价格是给定的 但等会你看到 价格会在均衡里面决定 价格有两个东西 一个东西 价格是什么 消费者他behave competitively 就是什么消费者他是rational 这是第一 第二的话就是消费者rational 这个的话市场会出清 market会clear 而为什么会市场会出清呢 因为 对于一个特定的商品 比方说这个办法 如果说 demand 大于supply 那就会导致 怎么样 导致价格会下降 我不要说 说说了 导致价格会上升 如果需求太晚 对 反之如果说demand 那价格小于supply 那价格就下降 这个价格会调整 到什么程度的到 demand等于supply 没有任何人 会改变他的行为 这个式子是什么呢 这个我们在用前面的语言说 叫law of motion 这就告诉你这里面一个关键的变量 W 怎么时间变而变 好 对 那好 那我们做这个事情怎么做呢 有很多种方法 这里面的话是一个方法之一 那我们就什么呢 我们写一个lambda 这个lambda是什么呢 这个lambda是 把这个前面这个加个lambda 当然注意好 这个 一般人的话 一般人的话 这个预算约数的话 不就是固等值约数 我们一般是写成约数 一个大于等于的形式 那么这样就变成W减区 这后面这一系列东西 然后前面 乘一个lambda 放到后面去 好 如果这样的话 那我们就对这七个东西分别做一届 一届 一届条件 那我举个例子说 比如说B1 那B1的时候的话 那就会怎么样 那B1你看 B1的时候在这里面 好 我给你简单讲一下 为什么会这样 你看B1 你看B1在 B1在 那 哪里出现过 第一 是说你的当期这一期 因为你的预算约数在这里面出现过一次 对 但是同时B1 同时B1在下一期出现过 对吧 因为什么 因为你这个B1会进入下一期的Cash in Hand 对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得到这个东西了 这是在 当期出现的 这是在 下一期出现的 因为你这个B1 这个这个价格 或这个B1 这个B1 这个是你今天 购买的时候 它会影响你的预算约数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说这个B1在明天 会给你带来 一个单位的编辑 回报 这是B1 同样 我们得到了 一系列的一级条件 这B2就是对两级代券 对吧 这一所有的 这是一级条件 然后这一级条件 里面有个麻烦的事情 什么 这里面是 V 这是Value Function 注意啊 我们在写这个Value Function的时候 的话 我们其实并不知道 Value Function长什么样子 对不对 我们其实Value Function 是我们需要 刻画或者需要了解一个东西 对 那就麻烦了 对 麻烦的哪里 一定什么来讲 这个东西的话 其实跟我们的信息很有限 对 有两个麻烦的事情 第一 你Lambra是什么 你不知道 第二 这个V是什么 V对W球导 是什么 你也不知道 对 好 但是 有一个东西会帮助到我们 叫 Ember of Sears 怎么包罗定理 这个包罗定理 讲的什么事呢 简单的说 就是说 好 推到前面 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说因为你看啊 因为你这个V 实际上是对U的一系列加重 对 你想的话 你不要展开是一系列的U加重 那你V对这个东西求导的话 OK 就等于 U 对W求导 但是这个求导的话就是什么 是就是他什么是相等的 就在你在 就是说你放进的这个U这个里面 放进你的最优选择的时候才会是这样子 或者那也就是什么就是说 好 你这个 V W 等于这个东西 在什么时候都等于呢 在你消费者做最优角色的时候 那就刚好就是什么就是说我刚好可以把这个 等式 放到这里面一级条件里面 因为这一级条件就是渴望什么 消费者在做最右决策 那好 那一旦有了这个东西以后 我们就可以把所有的Lambda就替换掉 V也替换掉 那我们就得到下面的一系列东西 这里面有六个式子 然后这里面的话六个式子分别对应的什么 分别对应的六种资产 而且 而且 而且每一个资产我随便取个例子 比方说 第一个 就是说这个就是这个是告诉你资产的价格 一七棒的 的价格 它等于什么呢 用语言说 叫expected pay off discounted by stochastic discount factor 所以这是什么就是说 这expected 因为你这买一个单位的这个一七棒 你期望在未来的不同的状况下 这是conditional S 因为你是今天的S所买的 对不对 那这个就是说这个expectation是conditional S 明天的S prime S prime 通常讲的是未来 这是7万 然后呢 你这个 pay off 我说到了 因为这次是一个一七棒 bounce 这个risk free pay off 就是一 所以这个一就省去了 然后我们还要怎么对它怎么进行折现 通过这个stochastic discount factor 我们前面已经讲过的 对吧 简单的说这个stochastic discount factor 就反映了 这个一个单位的商品 在不同的情况下 给你带来的效用是不同的 所以说你要把这个考虑进去 这是一期的 这是一期的债券 好 同理 我们看看两期的 这两期的债券 那 这是今天价格 那明天的未来回报是什么呢 明天 这个注意啊 这个是zero coupon 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买了 在它到期之前 我没有任何的回报 没有利息 没有利息 在什么时候呢 要两期以后才能回报 但是 过了一期以后的话 我总是可以怎么样 可以把这个东西变现 而这个变现的价格是什么呢 就会等于这个一期战券 因为从 从现实意义上是等价 对吧 因为 你在明天的时候 你把这个两期债券卖了 对吧 接收他的人 或者对你而言的话 跟你 再买一个一期债券 他的十字给你带来的现金流 是一模一样 所以是这个 那好 那同理 我们再就 就就 就再选一个 来理解一下 好吧 同理 比方说这个 option 这个稍微复杂一点 这个option说法的也是什么 也是说这个期望的 这个期望是条件期望 这个什么stochastic discounted payoff 这人叫payoff 注意啊 这个加是什么呢 只有这个东西大于零的时候的话 你才会exercise 如果这个东西小于零的话 你就不动 那你就得不到任何回报 这是这个 好 这些东西都比较直观 好 那行 我们可以对这些东西的话 做一些 简单的分析 希望得到一些更多的 一些insight 比方说 我们看一下 这个 Lucas tree的价格 这个Lucas tree 价格怎么来的 你今天买它 你期望的 discounted的 现金流是 第一 这个Lucas tree 你知道 他会给你这么多 果子 对吧 这个 这个是Lucas tree的话 这是它的 它的功能 在这个整个经营中间 它就会生产特别的 产品 秉库出来 除此之外 你到明年的话 你还可以怎么做个什么事情呢 我 结了果子以后 我觉得我都不想再经营了 我就把这个树卖 当然这个价格是在均盈里决定的 对不对 很好 那行 那我们 在这个 对这个PT加1的话 可以做同样的 跟前面同样的展开 对 对那你在T加1 那就是在T加1的时候做个期望的 折现的 现金流 对吧 实际说把这个东西 这个 用这个 替换 往前一起 我们可以 接着往前走 对吧 我就是这个什么 这个东西 同样 同理 用这个东西进行展开 那我们持续怎么做下去 就会发现了 这么个东西 那这是什么呢 这是 这就回到我们之前做的 对吧 这是什么 就是说 一个 商品的价格 或者这里面是一些金融商品的价格 就等于它 期望的 折现过的 现金流 这把所有的可能的现金流 全部交在一起 对 这就类似 我们之前说的叫 time zero trading 但是我们现在建立这个问题的时候的话 set up这个模型的时候的话 是用什么 是用sequential trading 但是你看到最后得到的结果是一模一样 因为它背后的经济含义 就是一样 OK 所以我们以这个东西的话 还可以就进一步做一些分析 了解一下更有意思的一些经济问题 比方说 我们看 一期的 rebound hold return 然后把它 跟什么相比的 跟一个两期的 bound return 进行相比 这个一期被对两期 最终我们希望是什么 希望是说看一个 short turn versus long-term bound 你等我会看到 它这里面有一些 很有意思的 关于宏观经济的 一些理解 好 我们再慢慢看 好 首先 这个一期的 coupon return 可以这个来 怎么理解这个东西 你今天买 花这么多钱 你卖了 你卖了 到明天 给你带来回报是1 对 那这个是你的回报 除以价格 那就是你的 总的 回报率 对 通常这个东西是大于1的 也就是说通常 interest rate 是大于0的 不大于0 OK 好 然后 你看 在这个 return 在T1期的时候的话 但是就是这个是你在T1期的时候 Return 定义而言的话是已经知道 对不对 OK 但是它呢 仍然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 就T1期的information 而言的话 就信息而言的话 是一个random variable OK 但是问题是这个是已经是确定的 知道了 对吧 因为这里面就是主要是因为未来的回报 的话 1是已经确定的 所以说我们很多时候就是把这个 这个 这个1期的bund 叫risk free return 这个RF就表示free 所以这个1期的zero coupon 就代表了 无风险 资产的回报 常常 通常的话做一个参照物 好 好那我们看两期 两期 这个 同样也是一个zero coupon 它的return 你买它 这个当然我们这看到是什么 看是说如果说我在T1期的时候买 T1加1期的时候的回报 OK OK 那好 你T1所买 价格在这里 对吧 T1加1的时候的话 如果说你 你持续持有 你得了什么呢 得到0的先进流 但是对你带来市场价值是什么 你可以 把它卖 当一个1期的债券卖 对 那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它的价格 OK 好 好 那你看 这个RBD 就是说你在T1期的时候 T1期的时候 RBD T1期的时候两期的债券 跟一期的债券比 比他们的回报率 这个在T1期的时候 一个1期的债券 它的回报 是 一个确定性的 而T1期的时候 你买了一个两期债券 在下一期给你带来的回报 是一个不确定性的 OK 这个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你下一期 下一期的时候 一个一期债券价格是多少 对 这是有一个有点的区别 当然我们可以以后看到话 更 就是说一个一期的 跟一个更长期的 债券之间价格的区别 好 我们也可以看看其他的 至少我们刚刚考虑的 股票 对 这是股票的回报 对吧 这是什么 这是你购买时候的价格 在下一期 这是他市场价格 这是这个股票可以带来的 回报 当然这里面是这里面股票的话 实际上就等着我们前面讲的 这个Lukas 3 因为这个是唯一的一个真实的 一个投资 就像你拥有的一个share of the Lukas 3 所以说一般而言 根据这么前面的推导 一般而言 这个近的回报 就是这种 long-term security 就是长期债券 他的回报 等于什么呢 你的分母是他的价格 分子是什么 是你这个债券在下一期的时候 能跟你带来的 带来的利益 带来的 叫利润 也不叫利润 带来的收入 对 哪两个收入呢 一个就是capital 就是什么 就相当于说你把它卖 或者它的市场价值 加上他给你带来的 红利 在这个 好 同理 你可以看看这个insurance 和 Gamble 赌博 同样都是用什么 用他的 这个 给你带来的现金流 除以你购买收入价格 好吧 好 那这个 这个就是说就是 一般来言 结果我们 帮我们前面讲的总结一下 如果说用RT加1 来表示 一个任意资产的回报 那我们就会得到一个什么样的公式 得到一个这样的公式 这个从哪里来 你看注意 这个原来的话是说什么 是右边是PT 在这里面是什么呢 这里面是 他的PT加1 加上DT加1 对不对 然后我们是什么呢 只是说把这个PT 左右同时处一个PT 那这就变成什么 用PT加1加DT 除以PT就等于 RT加1 所以说那这个 这个式子 它告诉我们什么呢 告诉我们 看左边 这个叫Risk Adjusted Expected Return 这Expectation 从这里来的 对吧 这就是说因为什么 叫未来 这个RT 因为因为这个你今天买的 债券 明天 给你带来一些现金流 对不对 那就是说你从今天站到这个脚上讲的话 就是这个现金流 这个这个 这个Internet到底是多少 是一个Rendom variable 所以有一个Expectation 这个Return 然后什么叫Risk Adjusted呢 就是什么就是说因为在不同的状态下 同样的Return 跟你带来的效用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我们要对它进行Adjust 所以所谓这个Risk就就反映了什么呢 反映了消费者 他不喜欢这个叫什么叫Volatility 简单说什么呢 如果说有两个状态 或者说一早一晚 对这回到中国古兽 古兽的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 叫朝三暮四 对 你是说早上吃三个早 下午吃四个早 还是早上吃四个早 下午吃三个早 对 其实你要是深究这个问题 其实这里面就涉及到了折线的概念 对 那你一定从来讲什么 这个 早上四个早 下午三个早 应该是说应该比 早上三个早 下午四个早 要 给你带来的 可能会更多 对 如果说你只是考虑这个 这个概念 对 但如果说你要接着考虑什么 就是我早上的时候的话 我本来就是说早上起来 我本来也不是很饿 而下午的话干了一天活了 我很饿了 如果说你考虑这个东西的话 那你很有可能是这个比这个大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 risk adjust 就是考虑就是说你在不同的时间 不同的contingents以下 你消费的同样是消费的一个额外的单位 但是对你所带来的愉悦感 或者说对你带来的经济效应 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我们要考虑这个 就是说什么 这是这整个就是说这个资产 所能给你带来的 给你带来的 回报 对 那这个带来的回报 在均衡中间说 要等于 这个成本 这个成本 当然我们这个成本已经大文化了 因为我们把那个PE 看这个2怎么来了 就是把PE调到左边 左边来了 对不对 这是一个单位 我们前面提过了叫risk free 对不对 通常在自然定教的人的话 我们就会把这个risk free 这个东西做一个参照系 叫benchmark 这个risk free 它的 你要做这个对这个做分析的话 是吧 这个risk free 它那个也是1 那你这个这里面只是什么 只是说 我把这个式子 任何一个自然的式子 然后同样的话 这个也可以写一个同样的东西 对吧 然后这个是RT加1F 这个也等于0 然后把这个式子 减去这个式子 就得到这个式子 那这个式子的意义在哪里 你注意啊 这个RF 这个东西 在你提的时候 这个尽管是一个Renderable 但是它的Return 是已经知道的 所以说 所以说你可以把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就做一个参照系 同时就是这二者之间的区别 我们通常叫Premium 红利 这是一个金融资产 跟一个risk free资产之间的差异 对吧 那很显然它的差异的话 就反映了 反映了 你所付出的代价 对不对 你想通常如果说这个大于这个东西的话 就是说某一个时候的话 这个大于这个东西的话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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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肯定就是take against risk 对不对 那这个risk体验在哪里的 那可能就体现在这个东西 要怎么样啊 这个要小一点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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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在某一个特定的时刻 就这个东西 要很大 OK 那你这个要 要平衡要等于0的话 那就必须要要求什么 要求在那个特定的T和特定的S 这应该是T加1 和S T加1 在这个特定的 节点上 这个 就要小 那这个要小 那是什么意思 那就是相对来说 你的CT加1 就大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就进入一个悖论了 你CT加1加大的时候的话 我这个时候的话 我额外的一个收入的话 一个单位的话 收入的话 下次就我就变小了 在我最不需要它的时候 你给我更多的 回报 对 那么这也就反过来讲什么 就是说 这个资产的话 它之所以能给我更多的回报 就在于什么呢 就在于什么呢 就在于它并没有跟我提供一个保障 因为这个集中资产 你本来就是说是要实现什么 是跨期之间 或者说在不同的状况之间 好坏你上口之间的一种平衡 对 那你就是 你一个资产 之所以能跟我提供一个回报 它必然是什么 就是肯定我要付出一些代价 代价是什么 就是这个资产只是在 在我 不好的时候 它跟我的回报低 好的时候跟我回报高 好 这个我们等会还会接着 对这个问题进行展开再说 好 好 那行 那我们 做进一步的分析 我们要理解 什么样的risk 应该得到了补偿 这都是根据我们前面的这个 资产定价 基本的 基本的公式得产 这基于这个东西 这我们刚刚讲的 好 然后的话 对这个公式的话 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展开 从这一步到这一步 这个大概是在你们学统计 或者学 就计量里面 应该会有 这无外乎就是什么 就是说 expectation xy 等于 expect x 乘以expect y 加上 covariant x 和y 好 在这个不熟同学的话 可以自己回去翻译一下 你的计量书 好 那好 我们从第一个公式到第二个 那完了以后呢 我们就得到第三个 那第三个是什么意思呢 好 我们看看左边 左边 这是RF 这是个risk free 是完全无风险的 然后等一下 我给你看到risk free的话 大家要看一下这个东西 这里面的话 risk free 等于什么东西 这个risk free 这个return的话 ARF 就等于什么 就等于 我想想哈 这应该称RF 等于1 因为是那个 那你这个risk free的话 就等于 1 除以 expected beta u' ct 加1 除以 u' ct 然后 刚才有一个东西忘了 说 当然呢 可能大家也没有太注意 就是说我们在整个这个所有定价的时候 的话 这里面的话 我们都是依赖于CT 而进定价 对 那C型的同学可能又问 那你这CT 我们可以回到前面 你CT不是你的一个控制变量吗 然后完了以后你所有的价格定价 价格定价 这均定价 又依赖于C 那你C到底等于多少呢 OK 所以 这个问题的话 就回到我们前面我说的 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还有一个东西 什么叫 叫market clearing 哎 market怎么clear呢 就是说以这个为例 这个P这个这个价格要使得怎么样 使得 所有的人 对 这个的需求 B1的需求 加总等于0 哎 同样这个大家对他的需求也等于0 但这个就不一样的 这个 大家对他的需求 要等于1 要等于1 因为你现在有一个单位的 Lukas 3 所以说你要的均格定价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一个C使得 对 每一个资产的需求 等于他的净供给 因为这些都是民意资产 那他的进攻局就是0 因为你想吧 你要是说我买一个债券 买债券是什么概念的 就像是你把钱借给别人 对不对你是 存钱方 那必然有一个借钱方 两个人一买一卖 就必然就抵消了 所以说他那个民意资产就必须0 而这个Lukas 3 那是什么 就是说我每个人 我拥有一点一个share的这个数 这个数的话是在 在这个经济中间的话 它就只有一颗 或者我们把它单位化了 这是个市场出行 好然后注意好 我们这个经济里面的话 是叫representative agent 什么意思每个人一样 那每个人的话选择也会一样 你这里面可能就要I 那这样的话每个人选择一样 就表示什么 就是每个B1 B0等于0 这个G1等于1 所有东西等于0 貌似就是说毫无交易可言 但是就是恰恰就是什么 就是这个representative agent 就帮助了我们 就是我们找到一个价格 使得怎么样 使得 就这边在这个没有交易情况下的话 你也知道它 这个商品一旦有交易的 它价格是怎么样 然后如果说你理解了这个marketclearing的话 那你就很应该很快你应该明白 这个C 就等于YS 也就是这个 经济的总的引导 那好 这是前面的一点漏的 那好那我们就回接着回到了这个 Risk free这个东西 所以说落下点在这里 Risk free这个东西 这个Risk free的话就是怎么样 最后就依赖于什么 依赖于U' CT加1 这个CT加1 这个CT加1 YT加1 除以U' YT 所以这个完全无奉献的 然后我们可把任何一个 我们感兴趣的金融资产 来跟这个Risk free的Bund 进行比较 然后比较以后就会发现这么一个公司 那这个什么意思呢 首先想一想 如果说这个东西 要很大 怎么样才可能很大 两种可能性 一种是什么呢 是这个covariant 是什么样的 是负的 而且负的越多 越好 或者什么呢 或者这个东西 越小 越好 好 首先你看这个东西 首先看一个个看 看第一个 这个是负的 表示什么 表示这个东西的回报 这个金融产品回报 跟你的秉赋状况 是相反的 所以你知道就是你 越穷的时候 你的回报越高 但是呢 这个 这个 Irony 或者说这个讽刺的东西在哪里 或者说这个整个背后的 含义在哪里 就是说这个资产 它给你带来了这么高的回报 但是它 它有一个 就是什么 就有一个叫 就是trade off 方法就是什么 就是说你想的话 为什么会有一个资产回报高 和一个资产回报高的东西 同时存在 而且为什么就是说你会在 两个资产之间的话 做个选择 甚至说你会在均衡的时候 会indifferent 它必须有个资产 它必须有个资产 资产为什么呢 就是说这个高回报的 当然是这个期望 期望给你带来高回报的东西 它会给你带来一个成本 成本在什么呢 当你最需要钱的时候 当你最需要钱的时候 它给你带来东西 我刚刚说错了 就是这个是负的 因为这个是要跟你负相关 就是什么 就是说你这个大 这个就小 这叫负相关对不对 对这个就小 而这个小是什么意思 那就是什么 你要ct加1很大 就是你本来 然后最要我们前面ct加1 本来就等于yt加1 什么意思就是RT 在什么时候高呢 RT加1什么时候高呢 在你秉赋很充沛的时候 它才会给你提高很高的2 反之在你的秉赋很低的时候 它给你回报会很少 那这就是不吹道 这个资产给你带来的 名义上给你带来的很高的return 但这个return是什么呢 是在你 是在你最需要它的时候 它越不给你 而在你越不需要的时候 它越给你 所以说这个资产的话 它给你带来的高的回报 但是没有帮助到你 去怎么样去实现 风险的规避 一个金融资产最好金融资产 你需要什么 你是需要在高的和低的之间 一个平凡 注意啊我们都有T方 一般是concave 对不对 你希望像这样的东西 对不对是concave的 对不对 背后的金融资产 好 然后的话 这一个slide的话 就帮我刚才说的东西的话 做了一个进一步展开 大家可以自己读一下 那我就不 最说的 主要就是这个 Housels prefer Less variation of consumption Due to risk aversion 就是刚才刚才说的东西 因为看到这个是说没有风险 这个是这一块 这一块 你想要就是这什么 就是比较说 我是risk free 对不对 然后这的话就是说 你可能还这样低一点 对吧 如果说你concave 就是说你要就是说 你要很高的时候 我才能比它异样 我重新再换一下吧 这是个什么概念 就是你想的话 我们一个concave的 这是utility function 这是下一个关注 对不对 这一点的话就是说 是risk free 给你带来的一个回报 对不对 那你想的话就是说 那你如果说有风险的话 那你就要得到一个 同样高的一个水平 对 对 那就是要这样 要这样加的平均 比如说到这一来了 它才给你得到同样的 对不对 但是注意哈 你这加这个 跟这个比的话 你看你预期的return 要高这么多 你才会 对你而言的话才会 一样 对吧 你看这个横轴 是你的consumption 重轴是你的utility 对不对 对不对 你这个中间的话 这个三角形的话 相当于是说 你购买了一个risk free asset 那你明天的话 确保就有这么多消费 而这两边的话 是什么 买了一个risk asset 有时候低有时候高 对不对 那就是如果说它那个就是 它那个差异很大的话 那你就什么 这个也不要变得大 这就是用个图来简单的 将那样前面那个四周的 含义 好 我们看一个特殊的例子 OK 如果说这个消费者的话 是risk neutral 那risk neutral的例子很简单 这个UC是linear 线性的 那你这个U prime的话 是个constant 那随机折现因子的话 也是个constant 那你这个随机折现因子 R次元的关系 就等于0了 那这个等于0 那你什么概念 看我们前面的公司 那就是什么呢 如果说是risk neutral的 那任何一个金融资产 它带来的期望的回报 就是跟那个risk freeze一样 所以我不需要任何risk premium 因为对我而言的话 risk 我根本就不care risk 所以它正在其中的price of security 它就等于它的expected discount bill 这就是我们刚刚最开始起时的时候 就是用这个probability 来value这个现金流就行了 当然这个是在risk neutral的时候 而我们现在讲的话是risk version 你不喜欢这个variation 那所有的storage不一样 那所有的storage不一样 好 然后下面我们进一步讲一讲 insurance和gambl 理解一下它的return OK 好 这个insurance 它的return是这个 对不对 它就是什么 就是说如果说我的消费 当然这里面消费等于我的印象 小于这个m的话 我就会有一个单位的return 对这个1就表示什么 如果说这个事件发生了 那我就有一个单位 当然了我付的价格是平 那好 那这个 就比如说说这是一个概率 对吧 就等于这个的概率 这个没问题 那行 那我们看看这个价格 这个价格是什么呢 是期望的 随机折现的 未来的归报 是吧 好 我们做一些简单的数学转换 我们这个数学转换是什么呢 是你看啊 这个 等于这个 那你乘一个这个 除一个这个 它不会贬值 对 这两个相等的 从这来 就是跟它定义来的 但是问题是 我们可以 可以怎么样 可以把这两个等于合在一起 那这个两个等于合在一起 就变成一个条件去吧 这个是根据从哪里 这是根据那个被业师公事 这个不熟的同学回去翻一下自己的那个统计学 这个是毕业师公事 这个先见概率和后见概率 从哪里 好 好 那问题是 这个会帮助我们得来什么东西呢 我们看最后一个试子 这是 insurance 这个保险的期望的回报 这个保险的期望的回报等于 这个东西 这是怎么来的 这是你的 这个回报率 这是回报率 这是你期望的回报 除以你的价格 而价格的话 我们前面不是 这刚才不是说的吗 这个价格等于这个东西吗 我们把这个 带到这里面来 那这个就跟这个底下了 这个就等到这个东西 对吧 好 我全部差了 我们就就计较一下 我再说一下 这个是期望回报 期望回报率 这是回报除以价格 然后我这里面把价格 给你前面的推导 价格等于这个东西 那我们这个价格带进来 那这样的话 这里面的话有一个 这个东西跟这个东西就抵消了 就得到这个了 而这个东西的话 要小于这个 为什么呢 因为这里面这个东西 这里面那个东西 要比这个要大 为什么这个要比这个大 你看啊 我把这个里面再 不好意思 你看我们就把这个单独比起来 这个要比这个大 为什么这个比这个大 这左边是说是一个条件期望 条件期望 什么CT要小于M 对不对 那就表示什么 就是说这左边的期望 左边这个东西什么 就表示在CT 是足够小的 足够小的 所有的期望 但最要 但CT足够小的时候 CT加1足够小 CT加1足够小 就表示什么 U'会足够的 对不对 那U'足够大的话 那也就是说这整个这个期望 会足够的 比右边的更大 因为你左边这个东西 已经排除了CT加1 排除什么CT加1 大于M的可能性 对不对 那就是什么 就是说那你就是把什么 把U' CT加1 小于U' M的可能性 全部排除了 那你当然这个东西 要比这个要大 那你这个因为 这个是个 是一个导 是一个什么 这个 不是导数 就是1除1这个 那是当然比这个小 但注意下这个 就是什么 我们前面说的 这个是risk free 那最后整个 就得在什么 整个得出来了 这个insurance 你买这个保险 它的期望的回报 你要比这个risk free 要小 严格的小 这个经济含义在哪里 这个经济含义是什么 因为这个保险给你提供了一个保障 它降低的你的income的variation 对不对 因为你只要你income小的时候 它就给你提供 对不对 所以说它降低的你income的variation 它跟你有这个功能 那你就是什么 在相对一点的话 就是说 那它就是可以给你什么 可以给你提供更低的一个return 因为这个return和risk 对你而已 对你而言的话就是一个垂涛 你这两个之间的话 进行圈衡 好 那下面一个 看看gambel 那gambel gambel是什么呢 好 这个是它的价格 这个什么 这个是期望的 折现过的 回报 然后这个7万 不是 这个概率 就是这个回报的话 跟这个事件发生的概率一样 是epsilon OK 然后我们可以做跟前面的做法 同样 那么最后就得到什么et 跟RF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说什么呢 那就是说这个gambel 它的预期的回报 跟risk free assets 是一样的 它不会跟你有任何额外的 因为什么呢 它这里面的核心在什么呢 核心的问题在我们推过来好吧 在这里面 这个你看 一个资产它到底给你能提供多大的回报 应该说这个额外的回报或者我们叫红利Premium 我们刚才讲的insurance insurance insurance 它的 它给你带来的功能是什么 是你在CT加1D的时候 它给你提供 对不对 它给你带来回报 那也就是什么 这里的U prime 高的时候 对不对 跟你提供回报 那也就是什么 就是说它的return 跟你这个东西是正相关的 你需要的时候它给你提供 那么很显然就是什么 那你就说那就 从return的讲到讲的话 那你就要一个低点的 return 这是那个刚才说的insurance 而gambl是什么的 gambl是什么 就是说它的return 跟你这个东西是毫不相关的 它是个完全的随机事件 所以说这个covariance的话是0 那么也就导致它的红利的话会0 这是它背后的经济含义 ok 我想一想 关于这个 关于这个资产定价的话 还有一些东西要讲 这一块的话我就跳过去 因为的确是时间有限 我把下面一个东西讲一讲 然后我们再就进入到下面那个资产定价 资产定价 这个第一样的话下面一个东西我想给大家分享就是 一个比较 经典的题目叫 equity premium puzzle 就是叫什么那个 股票溢价 股票溢价什么东西 股票溢价 puzzle ok 所以说这里面什么好 这里是我们前面讲的东西对不对 这个是这个东西 这个是这个东西 这是我们 讲课讲到现在 总结就是这个东西 对 然后呢这个你可以把它写成这个样子 因为什么 因为这个RT定义为什么 定义为 定义为 你未来的 你未来的 现金流 除以 你购买价格 然后这个MT 给我们前面来 我们这么定义的 然后这从哪里来的 这是从那个 representative agent ok 好 然后这里面 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叫Risk version 我们刚才说的话 消费者他厌恶风险 对吧 他不喜欢 consumption variation 对 然后一个平衡他的办法 是通过Risk version Risk version怎么重量呢 你看 这 C 是你的消费 对吧 然后呢 只有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什么 就是说好 我给你一个固定的消费 ok 在左边 我给你一个固定的消费 右边什么 就是说50%概率 你中了假 50%概率 你亏了 那么这个Risk version 他怎么来衡量呢 就是什么 就是说我问消费者 你愿意出多少钱 或者说你愿意付我多少钱 然后使得什么 使得你在二者之间选择 你选择 indifference 就是我无所谓 对吧 然后答案一般是说 就是你当然就是 大家可以就是说 做一些那个叫做一些那个 现在都说像流行 叫做experiments 对吧 就是实验经济学 那这个实验经济学里面就是发现怎么来 就是说那 那好 如果说我做这个的话 那这个通常的话这个东西是个正 也就是什么就是大家愿意付一些钱 来脱离 在右边的这个东西 在右边这个状态 而当然这个牌就衡量了 在多大程度上的消费者 他对风险的厌恶 因为这边是个风险的吧 就是说你有高有低 对不对 然后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越高 就表示你更厌恶这个风险 越低就表示你不厌恶 你想如果是 U C 等于C的话 那他就是风险中 中性了 那就无所谓 那这个Pi 就等于0了 对 对好 这个是衡量风险偏好的一种 这个叫绝对风险偏好 这里面 如果说你这个绝对风险偏好是Constant 是固定的 那我们就就是absoluted risk aversion 对吧 那就是通常是这样的一个项目 当然在宏观竞选里面 我们会采取一个叫 relative risk aversion 不是说看那个绝对量 而是看的相对量 这是什么 这里面是说同样的一个问题 问你一个同样的问题 对吧 就是你的 你的 消费发生波动 但是我现在问你 但是问题是衡量怎么衡量的 我不是说你要放弃 多少消费 而是问你放弃多少个 percent 多少个 多少比重的消费 那这是个相对量 是根据你的消费量 来进行比的 这个叫相对的 risk aversion 然后通常相对 risk aversion 的话是这样 这个是说 CRA 这叫Constant Relative Risk 通常这样 所以我们通常叫LogUT 就是个CRA 好 有了这个作为基础的话 那我们就看看这个 著名的Equity Premium Puzzle 这个Equity Premium Puzzle 说来说历史说来什么意思 就是说大家看历史数据 看美国也好 看其他个股也好 看不同时间也好 你看这个看不同时间 对不对 不同时段也好 大家都会发现什么呢 发现这个Stock 它的Return要高于 Risk Free Bound 当然这个很显然跟我们前面讲的是完全是一致的 对不对 那它的Potl在哪里呢 Potl在于 这个Premium 也就是说这个Stock Return 跟Risk Free Security 一般人的话 是说政府的长期债券 对一般人的话 一个国家是不会违约的 对吧 就是这个之间的话 这个差距的话 我们一个经典的模型 就是我前面讲的经典的模型 是有困难对它进行解释的 那我们现在看看问题在哪里 好 这些我都跳过去了 这都是大家发现的技术事实 然后他在要怎么做的呢 好我想想 跑到这里来 我想想 可能跳东西太多了 好 就看这个式子吧 这个式子 这左边实际上就给你的什么 因为这个RTF 就等于什么 等于 这个现在现在是说 就像是PT嘛 对不对 因为RF 就等于什么 E除以P PT 对不对 这就PT 然后这个的话 就是跟你前面公司吧 这个就应该等于这个 因为我们前面有个什么公司 Expected MT加1 乘以RT加1 F 等于E 对吧 那好 那这个 这个是我们之前得来公司来的 那这个Risk Free 那这里面那个Beta 就是在这个 这里面用的M 是等于在Beta乘以 U CT 加1 除以U CT 对不对 就是M 然后我们把这个Beta提出来 然后这两个东西的话 就是你的U OK 然后为什么这就会是U会体验这个形态 首先就是说你看这里面这个Ut的方形的话 是C E Gamma 除以E Gamma 你这要求的话就变成C的FuGamma 而这个Lamma 什么Lamma的话这里面是就是叫的 有一个就是就一个叫 它有个Consumption Growth 所以就变成了就是最后这里面这个Margin T的话你可以把它 就今天那个明年一除 就变成了Growth Rate 因为你这个的话就是想到吗 这个CT CT加1 跟CT之间的话有增长率 然后这里面一个Lamma1 Lamma2 表示什么 表示说这个经济我们是说 每期的话有量的可能性 一定可能是经济 那个Consumming增长率 为Lamma1 另外一个是 增长率为Lamma2 然后这个Q的话就是 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就是 我们那个Transition Matrix 或者说这个就像是一个Probability 在明天的话就是说 经济好概率是多少 经济不好概率又是多少 那么你这个1乘2乘1 乘1乘1乘2乘2乘1 就变成一个数字了 这是一个期望 这是个Risk Free 同理 我们可以看看股票的价格 对股票价格 好 然后他们在这里面做了一个 一个exercise 或者做一个研究 做了个什么事情呢 是说好 你这是我们背后的理论 让我们把真实的数据全部带进去 然后的话根据真实数据我看看 这个RF 跟RF 之间的差异有多大 但他们这里面有个问题啊 因为你看吧 你根据这两公司来看 有两个核心的公司 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Beta 一个是Gamma 这个RF Rs之间的差异的话 除了依赖于这些 你像这个东西的话 就是说你可以观察到 包括这个概率的话 你可以观察到 除了有这个东西决定的话 它还有什么东西呢 由于那个Beta 这消费者的这个叫Pation 还说什么东西呢 还说大家这个Risk Aversion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两个东西都很大 什么呢 依赖于 就是这两个差异 依赖于你这个Beta 和Gamma 然后在这个著名的这个 这个很著名的文章里面 他们做了一个什么实验呢 就是说那好 我这个Beta的话 可能其他的相关研究里面 可能有一个Beta 比方说大家通常用的是0.98% 所以Gamma我不知道 或者说我用一个 通常大家认为的 Gamma比方是2.3之间 那从理论来讲就是 我们应该是说 可以估算出这个东西的数值 如果说我们的Theory 就是我们前面讲Theory 是正确的话 再加上我们这个参数的话 都是 这里面参数是正确的 这些参数是Reasonable 那我们这个理论的话 应该说生产出来了 这二者之间的差异 跟我们观察的类似 但是 让大家非常surprise的是 得不到这个结果 我不好意思 差距很大 就是理论跟实际观察之间的差距很大 我们看看它就在哪里 这个这个是什么意思 这个是说应该是它原文里面的 这个横轴是risk free rate 这个重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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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risk premium就是什么这个equity和risk free 之间的区别 那然后这个是什么这个区间什么这个是说我们给定一个比较常用的beta和gamma 刚才前面说这个是消费者的偏好 那个preference 就是那个patients 这个是你的risk perversion 然后给定这个就是比较正常范围的数据的话 它这个之间的差异的话只能会在这里 但是实际上我们如果说我们可以看看数据 你看这个数据 你比方说英国战后这个数据大概百分之四百分之五 对你看德国的差距 日本 这都很大 对 然后呢他们就发现就是说简单说什么就是说 你在一个正常范围的risk aversion 加上这个patient 理论所能产生出来 然后你把这个理论fit in 就是放进去 我们观察到的数据 然后你发现 这个risk premium太低 所以它要生产出我们观察到的这个risk premium 它必须要gamma要接近20%到30% 在通常的宏观维线的地方 gamma在2到3之间 所以这是一个著名的equity premium model 后面衍生了一系列的研究 然后 基于时间的关系 我这个 对关于这个资产定价我就讲到这里 我们先休息10到15分钟 然后我们进入下一个课题 讨论 讨论那个自由税收 叫6 6 6 4 3 4 7